我們有做好準備 如果真的是A棟有人確診 那可能就是要去住防疫旅館的 做好心理建設 連行李都準備好了 畢竟病毒就在家門前 板橋染疫社區A棟住戶PCR 裁檢全陰性 因此不用送集中隔離鎖 塞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持陰性證明 才能進出社區那樣子 然後像我們都已經拿到陰性證明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由進出 倒是要採14天 自主健康管理只是社區內 只有兩棟大樓 難免會有一些重疊的共用空間 例如B棟一樓的遊戲室 停車場出入口 以及要進出社區 一定得走的中庭和大門 那個兒童玩的都 就是都已經封起來了 因為現在剛好開起來 應該會比較少人在那邊玩 如果在暑假那時間 應該就會啦 在停車場一到的機會也不大 我也就住對面而已 可是就是車子還是 車會住在這邊這樣 為了社區安全 一早消毒公司也急忙趕到 甚至住戶都撤離 加強消毒有確診者的B棟大樓 社區樓下店面也全都沒營業 雖然是隸屬於A棟的早餐店 為了配合防疫 而且是屬於公共的戶外空間 業者還是決定拉上鐵門 暫時歇夜幾天 就是希望疫情不要擴散 倒是距離社區 550公尺外的江翠裁剪站 附近社區有預約的民眾 早上8點半不到就開始排隊 頂著大太陽上午的預約額早被搶光 新北喊出有疑慮的都能去 期盼竟速揪出任何隱形傳播鏈 TVBS新聞李明慧李國勝莊凱玉 劉婷婷NG小組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